Chicky Duck這個荃灣分店的新開幕 昨天搞了一個多小時 在新分店那裏 其實有50個警察去到生活百貨的分店 有別於賣童裝的Chicky Duck 之後我看到新聞 差不多8點半收店的時候 我去了荃灣找周蕭龍 了解多一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聽他的說法 就是下午大約4點左右 圍了一圈 他都以為是檢疫COVID-19 誰知道原來是有些NSD 即是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的警察 有30個穿著的衣服 還有另外一些軍裝警 就去到他的舖頭那裏 收緣了一大堆 最主要來說 整件事就是 那個大公文匯在開張之後 就有一些評論出來了 左報其實有很多東西就是不盡不實地報導 還有左報的存在價值 由始至終都是做一個propaganda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都可能不完結 因為也看到有些左的法律學者 粗口大狀 都已經在左媒體上說了他犯了什麼國安法 我很擔心一件事就是會利用一個叫做fake news rule 一個新的東西就是假新聞 可以說到很含糊的 網上發布的訊息都可能是犯了所謂他們說的國安法 而我認識的一些法律執法人員的群組 他們經過傳了很多之後 就是說那些執法 你知道就知道 國安警由300個 看到一些評論或者要去到8000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真的去到8000個 但是特首是沒有說過 那怎樣去制定這些所謂執法 NSD的警察是有這個NSD的知識呢 聽說都是multiple choice 填充問題 就好像考基本法 你和我都可能考過 基本法的認知 這樣去斷定那個人是不是一個專家 而去做執法其實很危險 聽周小龍說 那個盤問是整個小時進去 他有質詢高級的警員 跟著就是大聲呼喝 好像打爛仔糕一樣 講得白一點 你看人家的店 現在那些人為什麼會去到NSD的工程 我相信 估計 你由這麼少人去到 賣藥七八千人 即是在內部 內部應購 用金融的術語來講 怎樣去衡量Quality of這些人 這個很成問題 還有那個存在價值在哪 去到這一刻 都未夠五月中 去年都未有這件事 人大那個陳曼琪在五月中 Hint 給香港人聽 會有這個所謂的港版國安法之後 6月30日11點晚上就生效 當中的沒有諮詢 和鑑操離 大家都看到 將整個香港 有一個extreme makeover 當中現在就是很多 一些泛民人士 和政黨人士 就是扣郎當中 導致另一個項目就是 宋濱 佔養為庸 今晚就是守夜 明天就上山 似乎其中有位的國安法官 最後都有一些condition 給胡志偉 前立法會議員 兼民主黨的前主席 就是可以去佔養為庸 是這麼多 上山我不知道給不給 星期六 之前就說到不行的 但是他們 你看到國安公署 和法官 做一些事 其實說得噁心 就是 就是 產無人道 他是在做一些 很殘酷的事 因為他父親 臨終的時候 都不能出去見 最後一面 那現在 他們本來的做法就是 說 懲教 進去 我想殯儀館那裏 就是 拍他 爸爸 就是化了妝的樣子 就zoom給他看 真是夠創造 這件事 也都不尊重 人類最基本的東西 他跟一個變態的政權有什麼分別呢 我真是想問一下 跟一個變態的政權有什麼分別 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是 他越是要阻止去證明 這些所謂 executism 香港 就是不同界別的人 他越是瘋子 其實香港人就是越憤怒 也都世界會覺得 香港是不安全 和香港是變了一個 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也都不適合做生意 當然 對不對 那 lead into 第三個話題 就 我今晚 我都會是詳盡一點 是有個 live broadcast 應該預計是 香港時間 11點晚上 那就是西岸 西岸 北美洲西岸時間的8點鐘 我就買個關子先 就是會講一下 關於這個 移民條例 修訂 就是 這個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賦予了他一個 至尊無上的權力 去不讓一個人去出境 甚至是入境 跟北京沒有什麼分別的 現在正在做那些動作 內地呢 如果你有 在內地住的 有些很多人是要 叫做 出境你要去申請 現在up to now 不是說你有本 大陸護照你就 OK 他叫上繳還是上訪 我也不知道 我也問過一個 內地的朋友 他說 你每次申請出國 你都要跟那個縣 或者那個村 有一個authority的人去申請 那你去完 旅行之後呢 你就要把你的護照 給那個縣長 或者那個村長 很大權力的 去到現在都是這樣 要來control一些人的出入 你越是 politically sensitive 那那個出入境 那個自由權 更加困難 那香港會不會邁向那個 這樣的情形呢 其實大家現在看到 是一步一步的 掀制 那 而這個安心碼 也是 其中一個視點來的 將 一個人的 那個 等級去分別 評級 A B C D 那D餐就是怎樣呢 你就最高級 你打了疫苗 就 又高級些 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又低級些 老實說 我有些朋友 七老八十歲 他身體上 是不適合去打任何疫苗 也都是會敏感 那你見到 有個政協 還是人大 唐英年都說 他不適合打 做任何vaccination 就是這個世界仔 超級世界仔 無論如何 這個世界在香港 現在 林鄭的 administration之下 香港人是 極度痛苦 他也做了個 留言 是跟 新西蘭 也叫紐西蘭 那裏 那裏的官員 他說 香港現在有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說 People in Exodus 因為我看過中文的評論 就不是說 Fugitive 不是逃犯 我希望他不是這樣看 我都要看英文 究竟他怎麼寫 那怎麼說都好 就是現在 特區政府裏面 整個system 都是要report給 這個駱惠寧 就是under 中聯辦那裏 任何東西 related to 就是所謂 nsl national security 都要得到他批准 那些官員 亦都是怕了這件事 你看到 人工高福利好 亦都不想得罪 中共 老實說 變了自己那個 判決 有很多政治考慮 在那裏 一個政治考慮的香港 就和一個 資本主義的香港 和鄧小平說的一國兩制 完全是背道 疑似得很厲害 所以 現在這麼多建制的人 都在8月1日之前 都離開了 離開的意思就是 起碼送他們的家人 先走 這個就是不爭的事實 只可以說 這個是香港的不幸 但是不幸的事情 會不會一直這樣下去呢 我覺得不會的 沒有一個所謂 這樣的瘋狂的狀態 是會維持永恆的 我們做到的事 只是要做回自己 應該做的事 講真話 憑公義 好聯文 這個很重要 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在 Etrine Channel 就是穿著黑色電單車的頻道 我就有一個新的 是獨家的 就是講我第一本 長倉的投資書本 一本獲利寶電 叫做One Up on Wall Street 我就有8分鐘的分享 和大家講 為何這本書值得去看 那 晚一點今天 可能還會有多一個評論 否則 今晚11點見 你留意 在Etrine前置見頻道 還是中英文 相與廣播的Etrine Channel